北京时间11月13日,新赛季WCBA联赛拉开战幕,时隔一年重返WCBA的江苏牛首山女兰,重整旗鼓开始了新赛季的真诚。 在已经结束的两个课场比赛中,他们接连战胜新疆浙江取得了两联胜,而本周六,他们就将迎来本赛季第一个主场比赛,在江宁体育中心迎战未免冠军北京女兰。 重返WCBA大家庭 江苏女兰本土强震出击 在中国篮球史上,江苏女兰一直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53年舰队的他们一直以快速、灵活、准确多变的球风在中国篮坛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自2002年,WCBA联赛势力之后,江苏女兰的成绩基本稳定在八强之内,也有好几个赛季闯入四强。 最近一次,也就是2014-15赛季,江苏女兰在核心变蓝确震的情况下依然闯入四强。 虽然上个赛季,江苏女兰由于种种原因意外无缘WCBA,但在本赛季的资格赛中,球队发挥稳定。 重返WCBA大家庭。 新赛季,江苏女兰和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强强联手,共同推进旅游,体育融合发展。 球队在阵容上也趋于合理。 虽然随着变蓝、许诺等明星球员退役,江苏女兰的欣慰简淡了一些,但球队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 队伍中既有成名已久的国手陈小佳、李珊珊、金维纳等人,也有已经开始挑大量的年轻球员许陈妍。 而江佳音、孙力、黄珍珍等95分之94年零段的球员正在成为球队的中间力量。 老队员能力出众经验丰富,年轻球员不为抢手敢打敢拼,重返WCBA的江苏牛首山女兰。 这个赛季值得期待,作为江苏男兰民宿。 丁铁已执照江苏女兰多年,曾率领球队闯入四强的他,自然力争要继续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 开赛课长两连胜。 五队并列榜首江苏男兰最大。 截止11月16日,WCBA已经进行了两轮比赛。 尽管缺席了上赛季的联赛,但江苏牛首山女兰还是一上来就带给球迷惊喜。 手轮客场挑战上赛季军新江队。 江苏女兰全面开花。 全队共有五人得分上庄。 从第二节取得领先后,就一直将优势保持到了中场。 最终以90比78击败对手,获得开门红。 陈小佳得到20分。 江佳英得到18分。 许晨妍拿下17分10篮板。 李清云得到15分。 张漫漫也得到11分。 紧接着,江苏牛首山队又转战第二个客场。 挑战浙江队。 小将许晨妍大爆发,拿下了28分9个篮板。 球队和新陈小佳同样延续良好状态。 得到21分的同时,还送出了5次助攻。 球队最终以83比76获胜,取得开赛以来的两连胜。 目前在积分榜上,有5支球队都取得了两战全胜的战绩。 不过,从难度上来说,连打两个客场的江苏女兰无疑是最大的。 山西山东取得主场两胜。 北京上海主客场各胜一场。 只有江苏取得的是客场两连胜。 以这样的战绩开启新赛季,无疑让球队更有底气去迎战枪敌。 主场首战18日开打。 女兰姑娘邀您去江宁助威。 11月18日晚上7点半,也就是本周六晚。 江苏牛守山女兰就将坐镇江宁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本赛季第一个逐场比赛。 而这一场比赛无疑是一场焦点战。 对手是未免冠军北京女兰。 实力强劲的北京女兰目前也取得了两连胜。 是本赛季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球队的好成绩离不开球迷的支持。 所以本赛季的主场比赛,女兰姑娘们呈要求迷们去现场助威。